县府在陆古乡妖怪村举行107年南投县政府庆祝护师节 及机优级资深护理人员表扬的活动 由卫生局长黄昭兰主持 并致政护师节礼物向辛劳的护理人员表达敬意 场面温馨热闹 各乡镇卫生所护理人员在各个护理领域当中 扮演着独特且具有挑战性的角色 有别于医院的临床工作 面对民众时更需要良好的抗压性 13乡镇卫生所 我们所配置的护理人员 他们平常都非常的辛苦 都必须要到社区里面帮我们长辈 或者是我们的乡亲做癌症的筛检 健康检查 或者是一些的公共卫生的保健 都是由我们这些基层的护理人员来担当 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样的表演的活动 也来谢谢我们基层卫生所的护理同仁的一个 一年来的一个辛苦 为了感谢护理人员在公卫体系中 对于民众无私的付出 县府卫生局特别举办庆祝护师节 即基优及资深护理人员表扬活动 乃自13乡镇市近百位护理人员参加 会中黄局长颁奖表扬结出护理人员 并致政护师节礼物 向新老的卫生局所护理人员表达敬意 我们南投县县民的健康的招呼 都是仰赖我们的护理人员 长期对于公共卫生保健的一个努力 那我想今天也透过这样的一个 富士节的一个纪念的活动 那我们也表扬了我们各卫生局所里面 在年度里面表现优良的 极优的优良的护理人员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各个业务 表现优良的极优护理人员 透过这样的表扬活动 希望他们能够更进一步提供 我们民众的一个更好的医疗照顾 公卫护理人员出身的县议员许素霞 也特地到场 向全体公卫护理人员献上祝福 也希望民众能够尊重专业 尊重护理人员 护理人员真的是不容易 除了说有自己的一个专业 还要有耐心还有爱心 才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 做得非常的落实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那尤其在医院里面呢 也有很多的这些亚伦三班的 这些护理人员更是辛苦了 所以守霞姐姐也呼吁我们这些 不管中央还是我们的一些基层单位 真的对护理人员一定要 重视到他们的一个权利 那看到这么多的这些工作伙伴 守霞姐姐也感到非常欢喜 因为再过两天 就是我们的护士节了 那护理人员在医院 还是说在我们的基层单位 都是默默付出的一群 所以守霞姐姐呼吁 我们这些好朋友 比如我们来到医院里面 你才是去到医院里面 我相信你绝对可以拿出 你的一个诚意来善待他们 因为他们在工作 除了他们有一个专业以外 他们也真的非常的辛苦 希望说在护士节前夕 今天接受我们卫生局的一个表扬 日后在一个工作单位上 可以表现得更加的优异 南投县面对高龄化趋势 失智问题值得大家重视 卫生局也借由活动向公卫护理人员宣导 让大众共同营造失智友善环境 除了失智的议题之外 卫生局也安排了抒压课程 以及剑走深呼吸 希望护理人员充电满满 回到钢位后 持续热忱服务民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